大家好,我是温温,今天我们来一次近郊游 今日的目的地叫做北河公园,也可称作威尔什瀑布 它位于蒙特利尔以北,一个叫Senshi Home的地方 驱车前往大约45分钟就可以到达 到达停车场,停车费也就是门票 按人算,每个人十加币 公园开门的时间是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但是下午四点之后就不能再入园了呢 团团,我突然想起来,这是我们好像几个月之后第一次见面 是不是,还是往前走 第一次来这个瀑布,今天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公园并不大,人也不是很多,这里适合徒步,骑自行车 公园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可以钓鱼,而我们作为吃货 今儿来这儿,目的当然是聚餐,可看不不啦 泡椒凤爪,哇塞 酸辣的 哇,鸡翅 披萨 这个是什么 牛肉 哇 卤的,然后蘸这个吃 这个是啥 梁糕 哇,太专业了 哇,太幸福了,这么多吃的 干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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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 这个都一半 我们俩最后一半 嗯,好吃吗 嗯,这牛肉好吃 香 没有,没有,都是结果,我给它放下 嗯 你倒的还没有 但只有红杆水倒的 人家不好吃 九族饭饱后,因为带了太多吃的,没能全部吃完 所以我们把扛过来的好些吃的,又扛回了车上 再舒舒服服开始观公园 重返聚餐地点后,第一个景点就是这个木桥 这是公园里唯一一个可以到对岸的方法 嗯,还是要烦恃 一路前行,終於到達了今天的目的地 威爾森瀑布 有一個地雞,幟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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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